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惊人 在古装剧风靡的那些年 李若彤引领了一个时代 他成就了那些经典的荧幕形象 这些角色也成就了他 李若彤拍戏很拼命 在拍摄杨门女将的时候正值大热天 在将近40度的天气里 舒弱的李若彤也要穿一堆衣服 还要加一身重达六斤的盔甲 挤进晕倒 在娱乐圈里爆红 需要运气 更需要一于常人的努力 李若彤做到了 按照他的实力和人气 未来潜无图无量 但是李若彤在事业的巅峰却选择了隐退 整整十年的时间 李若彤再无金钱作品 很多人替李若彤感到惋惜 可是对那时候的李若彤来说 爱情大过天 哪怕实现自我唾手葛德 也无法阻止他跳入爱情的深渊 更讽刺的是 当年他不顾一切追寻的爱情 在他耗尽所有的青春的时候 还是分奔离析了 最后只剩下一句 我后悔 为爱情放弃事业 李若彤的爱情还要从1998年说起 他遇到了商人郭应泉 对方比李若彤大很多 两人站在一起就像妇女 当时媒体总称他们是妇女念 这个男人不仅年龄大 还离过婚 这一切对李若彤来说都是无关痛痒 甚至在李若彤看来 对方年龄大意味着怨力高 能在生活上指点他 对方离过婚 他认为对方更懂得如何相处 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的脸型 但是李若彤却像吃了迷魂药一样 谈到郭应泉满脸的崇拜 他知识学历各方面都比较高 大部分我都听他的 谈到未来的婚姻打算 李若彤直言 目前没有想过 但肯定会的 只是现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想要小孩就会结婚了 一切顺应自然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一起六年了 李若彤很天真 他以为这个男人会是自己一生的陪伴 没想到等来的依然是失望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人以为李若彤是贪图 郭应泉的加大业打 即使郭应泉并没有表面的光鲜亮丽 债务危机频发 但是每一次都是李若彤站在风口浪尖 面对一切质疑 实际上 李若彤在认识郭应泉的时候 这个富商就已经自身难保了 金融风暴过后不仅出现财政困难 1999年公司遭清盘 2005年更被迫债数一元 就在媒体唱衰他们爱情的时候 李若彤坚定地表示 无论他是贫是负 我都不离不弃 李若彤做到了 在郭应泉最落魄的时候 他被车他一起度过 不惜出贤出力 只为了爱情两个字 都说夫妻本是同龄两 大烂临头各自飞 李若彤是真的情深义重 哪怕对方只是自己的男友 他也愿意帮他扛起重担 那么郭应泉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在商业上雄心勃勃 或许是个好商人 但未必是个好伴侣 他根本不顾及李若彤的梦想 只是表示不喜欢他在外面拍戏 被爱冲昏头脑的李若彤 一切都听之忍之 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就放弃事业吧 李若彤是典型的恋爱佬 他曾经表示 还没认识他之前 我是工作第一 认识他之后 我是恋爱第一 不仅如此 李若彤还表示 只要对方一个电话 自己可以抛下所有到他的身边 一个本该有更大世界的人 为了所谓的爱情 却把自己局限在小小天地里 放弃事业 放弃社交 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对方 只要对方不喜欢 自己就不做 李若彤以为这是尊重 其实这段感情早就畸形了 李若彤想结婚生子 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这个诺言 过硬权始终没有兑现 在过硬权破产后 再次提到结婚的话题 李若彤脸上散现一丝落寞 结婚嘛 过些年再说 这段感情的酸甜苦辣 恐怕只有李若彤自己知道 就在大家都期待 小龙女结婚的时候 她和郭应泉分手了 是郭应泉提出的 对方表示 不想再和李若彤在一起了 从1998年到2008年 李若彤放弃了所有 陪她度过金融危机 为她扛起债务 换来的只是分手两个字 郭应泉的离开 对李若彤来说是 无法说出的痛 十年爱情终究错付 很多人替李若彤感到不值 但是我一点都不同情她 爱情的因果循环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助就的 李若彤早该知道 郭应泉不是良人 在对方要求她 放弃事业和社交的时候 在对方一次又一次 违背落言的时候 但是李若彤却执迷不悟 她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世界 李若彤曾经在节目里表示 不是她不好 只是她不想再继续 跟我在一起 就是了 恨一个人很辛苦 我不恨她 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好人 说不恨是假的 分手后的李若彤抑郁了 加上负心病重 让她跌落人生谷底 可是自己的选择 她又有什么资格恨呢 曾经看过一句话 感情一开始 你要考虑的是 喜不喜欢这个人 而相处久了 就要考虑一下 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 如果自己变得暴躁了 卑微了 连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了 就证明这段关系 其实并不适合你 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 是共同成长 共同升职 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 被生活欺负的脸 李若彤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在和郭应权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该明白 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不是不能喜欢 比自己年龄大的男人 只是这份爱情 需要自己放弃一切的时候 这段爱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爱情是需要平衡的 不是一方付出所有 就能换来 你的卑微换来的 只会是对方的轻视 95版《神教侠侣》 开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 这部《跟我同龄》电视剧 当年可是惊艳了众多8090后 虽然后来出现过诸多版本 比如2006年《刘亦飞》 《黄晓明版》 2014年《陈晓陈延西版》 包括即将开播的《同梦时》 《毛晓慧版》 但整体上来说 95版至今仍是很多人心目中 无法超越的百月光 它也是97年《天龙八部》中的王宇彦 深得一服绝世容颜 却堕于情深 时隔多年再次谈起这个角色 李若彤直言 我最不喜欢王宇彦 因为她太没性格了 她的表哥对她一点都不好 可是她还是我只爱表哥 面对镜头说出 这段话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李若彤的现实经历 就是复刻版的王宇彦 在这段感情里 李若彤付出了所有 包括从2005年开始吸引 虽然当时对外界称 没有那种拍戏的冲动 但事实上 是因为男友郭印权不喜欢 而且李若彤直言 自己也是个思想很保守的人 就算自己还没有嫁给对方 却依旧遵循了嫁夫随夫的思想 很多年后 李若彤上了鲁玉有约 在谈起这段王室 言语中净是遗憾 我应该有一点自我保留 大家才会相处得更好 不留余地的全盘偷出 带来的后果是彼此身心俱疲 长达十年的等待 也没换来一纸婚约 却换来了分手的消息 李若彤坦言自己和前男友在一起 期间提过结婚 但对方不愿意 并且会羡慕结婚的人 2009年 遭遇低谷的李若彤 再次迎来生活重击 父亲去世 承受不住压力的李若彤 患上了抑郁症 为了走出生活的阴霾 李若彤爱上了健身 我会在健身房 待上五个小时不回家 练出四块腹肌 同时李若彤还培养了自己美食爱好 健身是为了更好的平常美食 专门聘请了美食老师 学乎的料理可以编书成色 让鲁玉赞不绝口 就这样在保友对生活的热爱下 李若彤花费了五年时间 一步一步从低谷走出来 治愈伤痛的永远都是时间 然后裂盘重生 2013年开始 李若彤重返一幕 虽然不再年轻的他只能演一些配角 但他的心态是乐观的 16年和古天乐自渡合作拍摄时而惊讶 还恶搞了《神娇侠女》中 姑姑和孤儿练功的片段 17年 在《豆魄苍穹》中 扮演了萧妍的母亲古文心 18年 在《成行令》中 客串了蓝家第三代家主蓝毅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镜头 但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 19年出现在综艺跨界喜剧王 直接复刻了小龙女的经典回眸 时隔20多年 姑姑还是绝情古纳跟仙气主案的姑姑 如今李若彤可能接近50岁了 但是她依旧热爱美食 热爱健身 热爱保养 热爱表演 更热爱自己 不接受连练给予的限制 我永远都是最美的样子 他永远都是最新一天的